曾经忧郁症缠身 陷入生命谷底 差一点缺氧窒息 那段时间我就情绪特别特别不一定 我觉得好像时节真的快要快要到末日 如果我现在还在这么殖民不过的话 我自己也就自己 那时候应该是我人生的低谷 大爱网络电台向您道早安 片刻的空中之身 唤醒了他崩溃的人生 找到了自救生机 因为有机会去上网就到大网络电台 春节目就这样 然后与实际机缘 如果我不帮别人的话 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 一段意外相遇改变了他的人生 彩绘人文地图将带您看见 开航身边最真情的悸动 黑夜吞噬了一座又一座的大海 趁着余晖还留着最后的气息 游览车急急地赶路 把救济物资运送到太行山上 2010年的最后一天 500名志工搬着大批名声用品 离开了烟火炫烂的北京城 在这里度过了不一样的除夕夜 新年的曙光在清亮的天空洒下一道暖意 温暖的火苗随着太阳的升起 温暖的不可开胶 微笑着送上新年的祝福 好 感恩你 谢谢 感恩你 感恩你 所以应该说如果我不帮别人的话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还在北京念大字的赵紫亮 这次再度跟着自己脚步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来源 协助东林发放 错落的狗沸声 似乎极力想掩饰着它难以言喻的孤寂 这个太行山脚下的县城来源 住着许多贫困的独居老人 他们走不出大山 于是此季送来了爱 仿佛感受到志工们热切的心 这几天的东阳温暖何许 如果不是着水喝的驴子划了这一跤 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 地上结的冰还十分顽固呢 所以我们所有的相亲把你的手举起来 跟我们一起 手牵着心灵的心 跟你旁边的手拉起来 好 手开始 虎天下 没有 虎 虎 虎 或许贫穷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赶走 但快乐却可以迅速渲染 当腼腆的微笑 扶过洞红的脸颊 内心其实是暖和和的 这样不赖 好好好 开心啊 你们啊 这么啥 我还不开心啊 看你们能练习习苦苦的 感谢你们啊 哈哈哈哈 十五年前 慈禧基金会 因为赫薄风灾 开启与河北的因缘 展开了第一次的东令发放 而今年复一年 慈禧人的身影 始终来往于太行山边 后来更发现 这个贫穷山区 除了温饱问题之外 其实还有更迫切的需要 那个东西沾在里面 黑眼球表那 看 看右上角 对 上 好了 拿来来 拿来来 你看 你看 就这个东西 就这样 摘了一个鱼来 摘在上面 摘在上面了 好的 好的 好 这样就不会磨了 不再磨了 这些是好的 把那个当好了 把那个当好了 把势力都没用 就住了 周围 你不住了 你不用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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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移民的 把血糖一定要控制好 血糖一定要控制好 血糖一会儿上那一坤那看一下 那么大部分老年还是白内障的居多 他们可能因为长期在这个山区走不出去 而且有了眼病不知道是白内障 就感觉视力模糊了 感觉是不是老花眼 其实我们一检查呢 大部分还是长白内障了 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一些 以为老花 所以默默接受事实 受困山中 是光明计划 让老人家透过简单的手术 换回精彩的下半场人生 好多美丽 好多美丽 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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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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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距离北京一百六十公里 位于燕山 恒山 以及太行山交界之处 气候宜人 冬暖夏凉 当地流传着日丕山 夜永年 凉风吹面 乐悠然的顺口六 也是继秦皇岛 北戴河 承德之后 又一新兴开发的避暑圣地 县城外群山起伏 土地平级 平均年收入不到六千台币 是中国大陆的一级贫困县 年轻人多半外出打工 留下贫病老人 因此去年慈祭 于保定新式眼科 展开了光明计划 为受白内障所苦的老人 开刀治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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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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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五 六 六 七 五 七 三 高龄81岁的老奶奶 重拾针线 令此机制攻击 医护团队十分欣慰 唯一遗憾的是 王奶奶的老伴 在她手术后一个月 仿佛了了最后心愿 撒手离去 留下王奶奶独守人间 你身体啊 你这个年龄还没问题呢 非常好 我觉得医生来讲的话 既然选择了这项职业 就要从始至终 要把自己的安心 和自己的专业 一定要奉献给患者 这样才不亏一个 白予天使的一个职责 你还能讲迷你呗的 今晚打着要继续忙的 等着的年子 你还能够照项职业 所以你还能够照项职业 我还能够照项职业 我还能够照项职业 眼阳还可以 还不错 这个眼周边的视网膜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不打击瓷子 先吃激素 先用激素 吃个静脉盐的 还是静脉周围盐的 吃饭的 受到父亲的影响 申文辉从小立志 当个爱心医生 他在保定成立了眼科 以帮助弱势族群的 复明工程为立业目标 15年来 申文辉已经医治过 1000多个白内障病患 其中多半是免费治疗 自己在河北的第一例个案 也是请他帮忙 2009年6月 慈继之工在来源 宪福平局的寝坡下 找到了60多岁的孙苗 这个萝卜是吗 那萝卜是你种的 幽暗的小路子 让人分不清 白天还是黑夜 也许 这对几乎只剩下 光感的孙苗而言 并没有太大区别 看似生活 颇能自离的孙爷爷 其实双眼激进失明 多靠触觉及听觉行动 平常他足不出户 附近邻居 甚至以为他精神异常 这样不冷吗 不冷 我们来帮你窗子补上去了吗 不要 孙爷爷用薄布和报纸 胡着窗户 却始终紧闭着自己的心门 不管志工热心地想做点什么 他总是摇头拒绝 这个眼睛 现在这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 今天 今天我们送您去开 送您去治疗眼睛好不好 治疗眼睛 对 我说不得不治 不得不治 这天无路的 不得不治 他保定 不是人跟你说过呀 我说过呀 我不带我去 不带我去 不带我去 所以你这眼睛最好 有的人给你看一眼 不要去 慈继之工和扶贫局连番上阵 背禁唇舌 孙爷爷这才稍微松动 因为那边的面比较好 雪早融了 但森营业车窗外的世界 依旧白忙一片 前往保定的路程 不过六十分钟 却足以翻转它 十多年的封闭世界 保定位于河北省中部 地处北京 天津 石家庄三角地带 素有 京畿重地 首都南大门之称 清朝时 也是直立总督府的所在地 2006年 保定市为了争取发展 提出了建设中国电谷的概念 以太阳能 风能为主的新能源产业 在保定市内 不光家家户户 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市区的主要干道上 也都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甚至还有一座 全亚洲第一间的光能酒店 外墙全部都镶嵌了太阳能板 号称是最节能环保的饭店先驱 窗外塞进竹影下的阳光 把北京瓷器环保站点缀得古意盎然 中平又见赵子亮 低头专注的声音 每每在学校休假期间 他总是搭两小时公车 来这儿帮忙坐垃圾分类 开心不开心 开心啊 开心啊 对 第一次发发成练续我就来 是吗 对 可以收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可以就花到里头 可以啊 这应该是学到一种 有什么价值吧 如果如果这些是一些 虽然说在 在组织能源的话 这些是一些很低层的东西 你说 那些垃圾 当然在 在以上我们的 非常多支援 它就是 它就是 可以用的支援 它越来越快乐 不像我们第一次 接触到它的时候 它很悲观 对世心的看法 就是说 还是很多是理想不开 但是现在呢 在做实际了之后 我们看到它们 就是像很开心的 赵子亮还没来 直进之前 在大二那年 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 常常不由自主地 情绪失控 那时间就是 有的时候 我会自己 自己哭 无缘会自己哭 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又没办法自己看 看照片刻 那段时间 我就 情绪特别特不努力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好像 实际真的快要快要到末日了 就 就是 就感觉到真的 如果我现在还在 这种殖民不顾的话 我真的 我自己 救了自己 别人我更救了别人 所以说我就希望 让我去找 情绪的解脱 那个声音 应该是我的人生的地骨 大爱网络电台 向您道早安 各位 大家好 请继续 听听播放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各位师兄 师姐 您好 在此借用您 短短的几分钟 向您推荐一个 不一样的广 无法自拔的人生谷底 很容易缺氧窒息 幸好透过网络 他找到了自救的生机 因为特别烦 后来就上网 无意中就找到 一看到 再也看到一个大爱 大爱电台 我从小就对大爱 这个字比较敏感 因为我姓佛 所以说佛就对大爱 然后就对那个比较敏感 我就去听电台下 然后我就觉得 不错 就这样 此起网络电台 成了他唯一 可以倾倒情绪的地方 而这缘分 似乎冥冥之中 早已注定 同样的奇迹 也发生在孙淼身上 手术后重见光明的他 神清气爽 今天你终于可以回家 但是他一直担心的 这钱啊 怎么着啊 完了以后 要不然我就别做了 别给人添麻烦了 如果你看得见 大家非常高兴 非常的这个 乐意去为你做人事 都是为了我这个眼 都在里面也是 对啊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你也高兴了 大家这么多人都来 我们吃得比了 是不是 你开心得多好啊 刚这么大 我们经历过 这几个 没看到 这么大的好事 对 就在孙淼开刀 住院的这段期间 另一边的慈祭之公 也忙着为他翻修房子 等着迎接 万然一新的主人回来 而原本侧眼好奇的邻居 也加入了帮忙的行列 这个家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一样来他都不说话 去了 那就那么 你跟他说一段半天不说 后来通过咱们这个 给他治疗这个过程吧 肯定是师兄师姐 跟他这种交流的过程 在他心里上肯定 心灵上肯定有起了一个 一个作用的 让他感觉到这一种温暖 和是亲情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感情体验的 但是他的精神面貌 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要说 感恩你呢 感恩 好 晚了 演集痊愈后的孙淼 没忘记承诺 他出现在冬令发放的现场 曾被帮助的他 也伸出助人的双手 那感恩的时候同事也要祝福他们 新年快乐 好不好 对 新年快乐 感恩您 祝福您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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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能看吗 看着吗 这都能看吗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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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开始 就是小准备的 因为实际人做的很多的事情呢 正是我们医院要倡导的人民关怀 包括怎样去理解患者 怎样去为患者去做好服务 小准备的 其实也许愿的 许愿的 还认识我吗 好平啊 那院长 我那见你是那个 许愿的 哎呦 不是人家 这许愿也不行 我给你钱的多钱 我给你钱 知道你往哪里嫁去吧 知道我给你家 哈哈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全新的去投入这件事情 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会 你会 的福报会很大的 一段与慈悸的相遇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不论接受还是付出的 彼此都感恩 也都对人生 有了新的定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